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卫报推介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份令人震惊的报告 该报告揭示了68%的澳大利亚旅游景点面临着气候危机的重大风险 想象一下,南澳大利亚的葡萄酒产区被野火烟雾笼罩 丹特里与林荫洪水而被切断,而游客也因暴风雨被困在机场 这不仅是潜在的混乱,更是对澳大利亚旅游业的隐患警告 报告中提到,178个旅游资产中至少有一半正面临着多种气候危险 包括热浪、洪水和野火等 这些风险将影响到澳大利亚62万个旅游工作岗位 昆士兰州的许多著名景点,如悉尼的皇家植物园和邦迪海滩 正处于风险的最前线 这一切都表明,澳大利亚的旅游业迫切需要采取行动 以增强其对气候变化的韧性 除了旅游业,另一则引人关注的报道指出 电子烟对年轻人的肺部损害已经与吸烟相当 这无疑将引发新的健康风险讨论 随着吸电子烟的年轻人比例的上升 我们必须认识到电子烟的潜在危险,并寻求有效的对策 最后,我们还会提及特朗普在集会上的最新失言 这些事件不仅影响到他的公众形象,也引起了对他精神状态的广泛关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特朗普在集会上错误称呼埃隆·马斯克 传记作者表示候选人对选民质疑其精神敏锐度,高度敏感 未报 唐纳德·特朗普在周六的集会上错误地称呼了埃隆·马斯克的名字 这位前总统在威斯康星州的演讲中将SpaceX的首席执行官称为利昂 这一事件发生在特朗普的前传记作者表示 他对人们注意到他的精神失误,高度敏感之后 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周六的威斯康星州 集会上错误地称呼了埃隆·马斯克的名字 这位前总统在赞扬SpaceX首席执行官将两名被困宇航员带回国际空间站的计划时 将马斯克称为利昂 波音遇到了一些困难,所以他们要拯救 利昂要发射一枚火箭 特朗普说 他期待着这一点 这是他唯一想到的事情 这一事件发生在特朗普的前传记作者告诉《卫报》 他对人们注意到他的精神失误,高度敏感之后 特朗普国度,成为唐纳德的艺术的作者蒂莫西·奥布莱恩 在接受报纸采访时谈到了特朗普的冗长演讲和精神敏捷性 并表示这些问题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他现在在公共场合提供这些复杂的解释 原因是他对人们注意到他比以前更不合逻辑的情况非常敏感 奥布莱恩说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困扰和非常绝望的人的反应 他补充道 奥布莱恩提到特朗普对他冗长演讲的批评的回应 称这是他所谓的编织策略的一部分 我做编织,你知道什么是编织吗? 我会谈论大约九个不同的主题,然后他们都会巧妙地回到一起 我的一些朋友,比如英语教授,他们说这是我见过的最精彩的事情 他在宾系法尼亚州的一个人群中说 但是假新闻,你知道他们怎么说,他在胡言乱语 这不是胡言乱语 你所做的是偏离一个主题,提到另一个小细节 然后再回到主题上 这样持续两个小时,甚至一个字都不会发错 他补充道 2024年选举竞选中,特朗普和乔拜登总统的精神健康都受到密切解释 尽管特朗普应在竞选演讲中反复混淆奥巴马和拜登等明显错误而受到挑战 他声称这是故意的 但拜登自己的精神失误引发的广泛担忧可能在他决定退出总统竞选中起了作用 在这一历史性决定的前夕 特朗普是图利用拜登的任何失误 而总统在一次灾难性的电视辩论中的挣扎被许多人视为最后的致命一击 在辩论的某一时刻 当拜登似乎结结巴巴时 特朗普冷静地说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那句话的结尾说了什么 我想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说了什么 但随着更具条理的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现在与他竞争 特朗普面临着更为严峻的修辞挑战 他的演讲似乎变得更加混乱 现在他有了一位不同的 更年轻 更敏锐 很充满活力的政治对手 我认为这对他来说是个问题 因为他现在经常看起来可笑或失控 无法集中注意力 或者非常非常老 奥布莱恩说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百分之六十八的澳大利亚旅游景点在气候危机下 面临重大风险的报告引发了广泛关注 南澳大利亚的葡萄酒产区笼罩在野火烟雾中 丹特里与林荫洪水孤立 游客在主要机场因暴风雨滞留 这些都描绘了澳大利亚旅游业在未来可能面临的混乱局面 根据苏黎市保险集团和经济分析师Mondala的报告 澳大利亚六十二万个旅游工作岗位面临威胁 因为全国一百七十八个旅游资产中 至少一半面临重大气候风险 报告指出 随着气温上升 这些景点受到的干扰将愈加严重 分析显示 到本世纪中叶 全球气温上升二摄氏度 多达百分之六十八的旅游资产 将进入重大风险类别 昆士兰州的百分之五十二景点 位于五个风险类别中最高的类别 悉尼的皇家植物园和邦迪海滩 维多利亚州的大洋路和格兰平山 WA的卡布尔海滩和卡尔巴里国家公园 以及堪培拉的国家树木园等著名地区 都被认为存在高风险 澳大利亚所有31个最繁忙的机场 因其位置和暴风雨疾风的暴露 而落入两个最高的气候风险类别 2019年和2020年的黑色夏季野火 给旅游业造成了数十亿损失 旅游收入减少了35% 如果今天发生类似的收入损失 将可能影响多达17万6千个工作岗位 其中一半以上位于首都城市以外 特里格斯表示 澳大利亚需要更加努力地 帮助景点变得更具韧性 以适应已经存在的气候变化影响 格里菲斯旅游研究所的实践教授 丹尼尔格斯温德强调 旅游业有责任倡导气候行动 并利用及沟通机会 提高公众对气候风险的认识 最近一项研究显示 吸电子烟对年轻人的肺部损害 与吸烟一样严重 曼彻斯特城市大学的研究发现 吸电子烟者和吸烟者 在剧烈运动测试中的体能表现都较差 呼吸困难程度也显著高于不吸烟 或不吸电子烟的人 研究发现 平均峰值运动能力和氧气摄取能力方面 吸电子烟者和吸烟者的表现 都明显不如不吸烟者 这项研究增加了 长期使用电子烟有害的证据 挑战了电子烟作为吸烟 更健康替代品的观点 医学研究人员发现 电子烟增加癌症风险 改变DNA并可能损害大脑和重要器官 因为电子烟的气物和液体中 可能含有有毒金属 伦敦帝国学院公共卫生学的读者 菲利波斯·菲利比迪斯博士表示 电子烟以低价和多种口味销售 吸引年轻人 但他们并不知道 这对健康的长期影响 唐纳德·特朗普 在威斯·康星州的一次集会上 错误的称呼 埃隆·马斯克·威利昂 这一事件引发了关于 他精神敏锐度的质疑 特朗普国度 成为唐纳德的艺术的作者 蒂莫西·奥布莱恩指出 特朗普对人们注意到 他的精神失误高度敏感 并称他的冗长演讲 和精神敏捷性 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特朗普在竞选演讲中 反复混淆奥巴马和拜登等名字 这种失误 被视为他竞选中的一大挑战 特别是在2024年选举中 他和现任总统乔 拜登的精神健康 都受到密切解释 川普会重返白宫 贺锦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2024年世界第一大竞争 谁胜谁输 天下都会大变 美国导报 来自美国大事现场的信息 华盛顿 华尔街 硅谷 还是美国任何一个州 美国导报 YouTubeCon at American Briefing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